全油管最快新闻 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最新视频 透露经专家鉴定大熊猫 荷叶微雌性与荷花是姐妹关系 此前 荷叶的父亲美兰也曾被武认为雌性 这一消息让人们对大熊猫的性别鉴定产生了更多关注 作为宾威物种 大熊猫的繁育是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 正确建立性别对于繁育计划的实施至关重要 此次揭秘也进一步提醒相关研究机构在熊猫保护中 持续加强科研工作确保繁育计划的成功进行 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 能够为大熊猫及其后代的保护和繁育 做出更多贡献此次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公开揭秘熊猫姐妹的性别鉴定 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大熊猫作为国保级动物 对于繁育保护工作的科学性 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结果提醒了相关机构在繁育计划中 加强科研工作 以确保熊猫种群的健康繁育 同时也为更好的推进大熊猫的保护和繁育工作 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士